发烧话题就跟就底 欢迎收看人情追踪 我是王李宗彦 这期节目我们要深入追踪 因应人口老化 台湾的长照量能到底准备好了吗 台湾人口急速老化 预计2026年 65岁以上长者比例将达20% 迈入超高龄社会 而卫福部推估 目前国内长照需求人数 已经来到84万人 其中两成有失能照护需求 换算下来大约16.8万床 但现阶段全台长照床位 只有10.9万床 数量明显不足 政府修正长期照顾服务法 让有长照科系的私立高中职 以上学校免设法人 就能设立长照住宿型机构 期盼补足一部分照护缺口 全台大约63所学校符合资格 像是长庚科技大学 2020年就结合校内的长照教育基地 提供社区日间拖劳服务 未来更有意往住宿机构发展 日线最终记者蔡家珍 陈世忠带您了解 长辈们聚在一起 在年轻人带领下活动全身筋骨 国内人口持续老化 目前65岁以上的年长者 已经达到380.4万人 占总人口数16.2% 预计再过5年 也就是2026年占比就会超过两成 进入超高龄社会 黑股整个的一个长照的需求人数 是84万多人 两成的人还是可能需要住宿型机构 八成的可以用社区跟巨鉴 老年人口比例越高 长照需求跟着大增 卫富不估算 国内目前大约有84万人 有长照需求 其中两成左右需要住宿型机构 提供失能照护 换算下来至少需要16万张床位 但全台1662家长照机构 总共只有10.9万床 双北是几乎全部满床 对 那你就没有什么空床 在人口密集区的住宿型机构的供给 看起来跟需求之间有落差 长照床位供不应求 但机构种类却是琳琅满目 一般民众往往难以分辨 其实国内目前的长照机构 共分成三大类住宿市机构 主要包含护理之家 长照中心 拖劳或是日照中心 则属于社区市机构 另外还有居家室 提供居家护理或复建服务 会入住机构大多数是以重度老人 且有长期要往返医院的需求的为主 或失智症 但它是有比较有精神问题行为的 个案为主 过去高中级以上的私立学校 原本只能设置居家或社区机构 为了补足部分长照缺口 政府修正长期照顾服务法 开放高中级以上的私立学校 也能设立住宿机构 不管对学校运用活化 它的私有效率的策略目标 都我们期待能够 布建这样一个住宿床位 然后又可以创设那年轻人 可以有实习学习的一个场域 也提升整个的照顾服务品质 其实这个是多余的 不过不是所有学校都能设置住宿机构 前提是校内必须要有长照相关科系 我们目前设有长照科系的高中有17校 大专有46校 所以一共有63校 具备这样子的一个申请的条件 但是还是要试学校 它的这个教学跟实习的需求 来做一个申请 那这是我们台中的中台科大 那它在今年也完成了 我们的这个社区式的长照机构 除了台中中台科技大学 位在桃园的长庚科技大学 也从2020年开始被教育部核准 办理日接拖劳服务 压一下压一下压一下 手往前往前伸展出去 压住压下去往前伸展 然后你会觉得腰在伸展 学校老师运用剑走杖 教长者如何分散腿部压力 让腿部无力的长者增加行走距离 一般运动很无聊 你这样做健康操他受不了 所以我们用比较活泼方式 透过不同方式来带领老人家做运动 这边还有积木 还有那个闯关活动 先点 然后 拿起特制毛笔 在地上写书法 目的是为了让长者运用全身力量 避免激少症发生 或叫我们叔叔大哥大姐 一叫我们亲们就很高兴 他带着我们玩 小时候没有接触过的 他们会先带着我们住 不厌其烦 一个礼拜小妹会来两天 然后他们来这里跟 我们老师会带他做很多的活动 让他的教学也才会火化 才不会他教学东西只有很死的知识 那学生也可以参与在这当中 他可以学习应用 长庚科技大学九个系所 有六个和高龄照护有关 现阶段除了结合专业 提供创新的拖劳活动 校方也有意要在未来 增设住宿型长照机构 最重要的任务是培育人才 我们是一个教育机构 所以我们当然会延续 让学生最大化他的这个能力 那这个就包括利用这个基地 当然我们会不排除去设立任何可行的机构 或者是高龄长照的任何的一个 照护的计划都可能承接 高龄照护系 护理系 有营养系 也有化妆品应用系 也有幼保系 那这些系都可以融入在发展一个高龄长照 另外一只手扶在骨盆的地方 骨盆后面屁股的地方 然后我们这样数一二三 就移到轮椅上 好来一二三 就完成了整个转移位的动作 长者参与活动的场所 平常就是长根科大的人才培育基地 学生陪伴长者的过程 得到更多实物经验 现场的临床教材 也能用来培训照护人力 校方开办拖老一年多来 已经有上百名学员 取得照护员资格 一连串的衔接 从学校教育到未来就业的衔接 我觉得是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长照产业 如果真的设了一个机构 我们还需要再聘约新的人员过来 来常住 怎么样再去招募到更多的人 愿意参与到这个领域来 应该是未来要走的方向 那也是其他学校或我们学校未来 将来要经营化 要面对的挑战 私立学校加入长照机构 有助提升国内的长照能量 也让学生及早与食物接轨 只不过教育机构和长照机构 经营方式截然不同 还是得找到专业团队 才能有效落实品质管理